大家好我是Ami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如何挑選一個會增值的金品包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 投資有各式各樣的模式 那大家都只想要補票房地產 但是你知道金品包其實也是可以投資的嗎? 那這一集我們就來分享給大家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唷 那我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這一集 我們就來到我們的會客室時間 我們來邀請我們的米薩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真心師米薩小姐 對你們當然就很奇怪 我們要聊投資金品包 結果就要邀米薩星座老師 因為其實米薩除了是大家眼中的星座老師以外 他以前在藝術圈待過 而且他對金品非常的有研究 曾經經手的金品包已經破百萬 還是破千萬啊? 不能說 好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會好好的來聊聊 那我們先來聊第一個問題 就是米薩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你還記得嗎? 我們是在一個創作者聚會 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有在看美薩的頻道 我會看到美薩就說 是美薩啊 我開洗澡前 我戴一個紫隆巾 那紫隆巾的水都會蠻好的 然後我還記得說 那時候你講話的感覺就是 非常明確的是聰明的人 因為我們有時候講話就是社交公關聊天 你又不會注意說他聰不聰明嗎 但是我覺得美薩就是很明確就是覺得 一聊天就覺得這是個聰明的人 然後你就會在旁邊放空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中間的影見者就是艾琳 艾琳那時候約我們一起去創作者的聚會 那時候你就是有一個玫瑰的香油 然後就覺得味道好香好喜歡 然後我們就立刻去買了 結果我買了那個不久 艾莉莎莎跟小喵聞到又說 蕾咪我們要買 所以我們就是同掛一群人 對啊 後來你都是我們一群人就是主日讀書會 沒錯沒錯 所以後來就讀書會裡面就比較常見面 就越來越熟這樣子 你之前是先在我的影片裡面認識我對不對 那你覺得看到本人有什麼落差嗎 喔我覺得人很親切 沒有想像中的還要親切 因為本來就覺得說裡面 就有錢嘛對不對 然後又聰明 有錢又聰明 對啊然後又感覺很活躍 然後應該會有點距離感 但其實沒有 就蠻熱心的 好像每個人看我的影片 都那時候就覺得我很有距離感 不好意思我就覺得 然後就是我很羞澀的 我很嚴肅 然後可是見到本人的時候 就覺得說好像比想像的還要親切 對啊就是很有聲 所以當然我跟妳講我很親切喔 這個臉這麼兇 我想問我很親切 好那回到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想要讓我們的來 觀眾來認識妳 妳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妳的詹心師妮莎小姐 那其實我做很多星座命令 然後塔羅之類 但是我也想要涉足更多 身心靈相關的 或是藝術美感經驗 這方面的一個話題 所以如果對這個題材有興趣的話 記得來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本身是金牛座 那反而金牛座 就對於這種有價值的東西 或是藝術人文資產 就是很感興趣 而且守護性是精心 所以很愛美感的東西 我發現妳的很多興趣都跟我重疊 有時候我喜歡研究 詹心塔羅跟 漂亮好吃的東西 然後藝術品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他分享的時候我都很喜歡品 而且因為我以前是做藝術的 所以我其實看過 有很多在玩收藏的人 他們所謂的邏輯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我也一直很期待說 我也可以作為一個收藏家 然後用收藏的觀點 去看待這些有價值的物質 我就覺得很刺激 而且最有趣的是 你收藏的標的是精品 是很多女生趨之若霧的精品 對對其實是因為我買不起古董 其實我最愛的是古董 因為我以前在復活工作 我買不起 我買得起 話是我們都買不起 那米薩你那麼喜歡挑選精品的話 我們的頻道就比較 紅臭味一點 對對對 對 你要想說還好還好 那是客套像 對對對 還好還好 所以我們都會想要知道說 到底怎麼樣挑選精品包 因為有的人買精品包 其實他會貶值 就我所知啊 你之前挑選很多精品包 現在都爭執了很多 那你是用什麼眼光 或什麼標準 去挑選這些精品包的 第一個 有爭執空間的 就沒有二的話 絕對就是一線品牌 一線品牌 那你覺得一線品牌 有哪一些 你覺得是有潛力 就是在101的四樓 愛馬仕嘛 像奈爾 就是絕對的 像Dior 那種 再往下看就是Dior 或是說LV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那麼高 LV已經真的拿了 對對對 那所以如果他是一個 有經營能力的品牌的話 他的品牌價值會一直往上調整 那所以如果你買得早 或是你買得便宜的話 這個標定應該是 跟隨著你持有的時間 他是會一直在做價格調整 當然你的款式不如買錯 我自己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也是好幾年前 那個時候 麥可可斯很紅 你要記得嗎 曾經有過這段時間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買了麥可可斯 也是跟風買 買了兩萬多塊 最後 我前幾年有把它賣掉 之後賣多少 我買兩萬多塊 賣多少 一千八 疊這麼多 可是那是輕生品牌 輕生品牌本來就比較沒有爭執的空間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去買一些 不是我們剛剛說的那些品牌的話 你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有一些品牌 你現在去看起來 它確實是後世看賬 比如說Fandy 對不對 或比如說Balisiaga 有一點機會 但是不太確定 你可以去讀讀看 但是你還是要去挑 就是它的經典款式 對 其實像我自己 有時候被受邀去一些場合 對 然後那些場合都是一些 可能 富二代的那種場合 就是大家會 都可以背得起最新的包包 最新的當季款 對 可是像我就沒有那個財力 我也沒有那個興趣 那我就 對啊 我覺得一直要去追那個流行幹嘛 對 但人家不缺那個錢 確實是 對 但是我後來問我朋友 就是專門在服務這種高端的客戶 就是他們一個面膜就賣六千塊的那種 然後呢 他們就想說 當然如果來到這種場合 你就可以選擇兩種方式 對 你要嘛 你就選最新的當季款 要嘛 就是選經典款 確實 因為當季款很容易過季這樣子 對 我們說像那個代菲包好了 但那王菲的包 有什麼場合是震不住的 所以算是一個經典 底線品牌比較不會出錯 所以我覺得這就跟價值投資有點像 就是你在挑選包的時候 你要找的是指標性的企業 那你要選指標性的品牌 然後再來是這個品牌 它有沒有用心的經營 它的材質跟它的用料 本身是不是用心的 因為這東西才有保值性 沒錯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心法上面 但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買這個東西 要你真心喜歡 就是如果他今天沒有投資成功 他沒有爭執 你也無所謂 真的我完全認同 我剛剛也想講這個 對 你聽到我的心聲 其實我以前在藝術圈 我看到其實長家的都是一樣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到底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至少還可以欣賞它 它可以給你的心帶來寬位的話 其實它就是值得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說買一個包 然後你就把它供在那邊 等待它爭執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事實上可以賺錢的方式多的是 你不需要不靠這個 所以我覺得買藝術品 或買精品包 這類型的投資 或像我買NP 對 都是那種我覺得最大的前提是 你要先喜歡 先認同這個品牌 你再去做投資 要不然其實就算你超短線 你裝到差價 其實也沒什麼成就感 對 這有一點像說 就算它沒有爭執或什麼的 但是你至少也收獲了一個 你擁有它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我覺得這個對人生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養分 好那我們來到第三個問題 也是我們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大家我們已經知道哪些精品包買的話 比較容易爭執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買精品包有沒有什麼小鐵布 可以買的又便宜又好 因為就算是同樣的包 也會有不同的管道可以買 而且有可能買到假貨 或是買貴了 那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什麼 推薦大家的一些方式 不想說齁 秘密齁 好 太多秘辛 確實其實這個東西大家去找貨 這個東西有點算是商業機密 但我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這其實這全世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有非常多的流通的平台 只要是我個人有空 我其實無時無刻 我就掛在上面有空 就是看股票一樣的感覺 這是我的快樂 對有些人是划股票 那我就是無時無刻在上面 划金顶 就是其實因為我有家人住在日本 所以這也是確實是一個 我很容易取得的一個管道 那另外啊 其實二手店或是代購 是有部分機會 但是你有沒有在對的時間點 然後馬上下手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的那個膽 那個膽是怎麼來的 是你訓練來的 還有錢 對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那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你要非常確定你買的東西 它的來源是正確的 我個人是只會跟正規的店家購買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子也是相對比較有保障 然後它最好有一些其他的佐證 發票啊或什麼 對 我知道像Chanel的Vintage 其實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日本 對 日本好像最多人去收藏香奈兒的古董包 就是日本在這方面的法律是很完善的 因為日本的民族性是比較奇物 然後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就是我好好的保存之後 那我可能就是交到這個市場上面去 然後這個市場是有法律在管上 對 我們講那麼多禮物 我們要拿出包來給大家看 來 這個有點髒髒的 我常用 我常用 這個是什麼 這是香奈兒的 這是化妝箱 那它最早會紅的話 可以放我拿黑色那個 那個是因為歐陽娜娜她有背 然後她原本是一個放刷具的收納箱 然後她加到一個扣子把它背起來 就變成一個視側背包 所以歐陽娜娜算是背黑色把它背紅 那其實它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那我之前有收過一些 那個白色超美的啊 巨眉 對那個已經讓給朋友了 那朋友也認識 你知道嗎 就不說 我個人有點收集空 但是它不好買 不是說我要買就買 因為它既然是古董 它是要有貨 我才買得到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說 對我來說它不是一個 上面有價位的東西 那需要一點緣分 那如果說上面有價位 有些人不是說不喜歡 上面有Logo的東西嗎 就是我不曉得我不要錢 我是要這個東西10萬20萬 那我就進一個店 我就買10萬20萬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我喜歡價格模糊的東西 我懂 就是有點像是 你有錢也買不到 不易買不到 對對對 那你的其他的包呢 這很經典嘛 就是奶茶的25公分CF 那如果女孩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之前有提過 就是我家長輩送我的 喔就是這一款喔 這23嘛 這個是25 長輩送的是這個嗎 對對對 長輩送的算還保存這麼好 確實是30幾年 哇 對啊 給你看我的包 這是我比較蠻常帶的 就是我黑色的外出包 就是香奈兒的一個打2C 荔枝皮的 對因為荔枝皮比較奶 然後我有個小羊皮 就比較少帶出門 嗯 這款的話也是屬於比較偏經典款 這背上去其實就是會顯得 比例很好 對 而且其實這款 大家就覺得說 欸這款好像很普通的款式 但其實它超難買到 好像是 對因為那個荔枝牛皮是完全缺貨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比較耐用 對 所以反而是這種很普通的款式 它比較不退流行 其實我也很喜歡荔枝皮 尤其是有的時候台灣比較濕 那你下雨天出去 你也比較不會說 不要淋到我包包啊 或什麼 但是我沒有什麼投資的心態 我就是看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用什麼 我就買 買這個包的時候是在法國買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歐洲代購 我就請我的上游去幫我買 然後那時候 原本是想要讓給客戶 但是後來就是 他就覺得這款真的非常難買到 然後他就先幫我買下來 然後那時候買不到7萬 那時候台灣的專櫃價已經是9萬了 所以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就已經有大概兩三萬的價差 沒錯 但現在可能 對應該有長更多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當你準備好 你覺得說你人生不一定需要它的時候 現前的時候就可以把VM賣 對啊 而且其實因為精品跟藝術品 我們不可以講解 因為藝術品它的輪流性比較差一點 對 但是每個人都是需要背包包的 對吧 而且很多女生其實 我們大家不喜歡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其實反而挑到這些經典款 或者是這些古董包的話 你會更顯得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歸一個重點 就是那真的是要你喜歡 然後適合你自己 重點不是他多少錢 重點是他是適合你的東西 那最後呢我想要請你給我們的觀眾 三個關於 如果想要投資金頻道的建議 好 首先第一個呢 所有有價值的東西玩法都是一樣的 他永遠有價值 只是說他沒有房子 或者是藝術品的這麼高單價 他就是低單價的 有價值的東西的玩法 那只要你喜歡 然後你入的了場 然後你確定他是真實的 然後你願意持有 並且好好的保存的話 那其實他的價值 會跟著你這個人一起成長 對我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有價值 不管他現在的價格怎麼樣 對 所以你們要去評估的是 不管你要投資的東西 是房地產股票還是金品包 你要能夠去區分 什麼叫價值 什麼是價格 有的東西現在價格很高 但他其實沒有價值 那有的東西價值很高 但他現在價格被逼估的話 就有機會有增值的空間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投資就是不要騙自己 投資的意思就是 你要拿去賣 很多女生會覺得說 我去專櫃上買一顆 27萬4 就是投資 我跟你講 絕對不對 現買現買 像我一開始就沒有想要投資 我就算來用的 所以我就沒有那個心態 所以你要買的那個動機 你要很知道 你是買來犒賞自己 還是你要買來投資 這表現自己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投資是不是只背了幾次 就怎麼賣 我其實沒有很一定要背出去 不是這種人 我比較想要的是 就是去欣賞他的公益 然後放在那邊 我就是自己滿足了就好 我不需要別人看到 我覺得投資比較像是 只在乎曾經擁有 對 不在乎天長地久 我有持有過他 然後呢 我跟他有過生命的一段愛戀 但是如果你嫁座人父 我也祝福成全民 謝謝喔 第三個建議呢 就是如果你期待他未來有爭執的空間 或是你以後想要把它拿去投資用 那你要好好對待他 喔對要保存對不對 有些人就問我說 那這可以出用嗎 那可以出用嗎 你如果要出用的話 你就不用買精品喔 因為他會貶值很快 我就說那個 Versace 然後就被我粗魯對待 然後他就 變得看起來沒什麼這樣 你自己用的話可能就沒差啦 對對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好好對待他 他會帶好的能量 好運氣給你 完全是如此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說 也不一定說你是為了要投資或是爭執 你要好好對待他 而是說 你的物品就是要好好對待 好不好 不要問我要不要出用 要不要出用 我覺得如果要出用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你可能就沒有那麼適合這件物品 你要好好珍惜它 我覺得好像買精品的人 會慢慢的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你在對待東西的時候 你會比較尊重一點 絕對是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拿不起這個包包 或是說 拿這個要很小心啊 或什麼的 我覺得不對 真的也不是這樣 你要輕鬆自在教育 它也沒什麼 它就是一個物品 好不好 但是你珍惜任何東西 是你任何東西都應該要這樣的態度 好 謝謝米薩給大家的建議 我覺得這從收藏的世界裡面 我的人稱觀 真的獲得很多不同的體會也好 或者是說價值觀 就是從這部分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倒也不是說這些包 或是什麼東西 而是說 在這過程當中 我學到什麼 好 謝謝米薩今天來的分享 讓我們在米薩裡面 有一集關於精品包的分享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米薩那裡看囉 給我買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現在有手頭上有自己的精品包嗎 A 0個 我沒有買過任何的精品包 B 1到3個 我自己持有一些精品包 然後我偶爾會拿出來使用 C 5個以上 我有非常多的精品包 然後這是我的興趣 或者是我的收藏 我的愛好 我的習慣 D 歡迎隨意和我閒聊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想分享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